各位這個地方 接下來 解糖跟回饋的例子 先看 那個 那麼你各位 血糖的恆定的部分 血糖恆定的兩個主要的因子 就是胰島素跟升糖素 可是如果現在問你 哪一些因素會影響到血糖 那就不只是這個兩個因子而已 好 所以先看那個 一般性瞭解這個部分的話 血糖值大概每100毫升左右 是90毫克左右 那代表的是血液當中 對於細胞供應養分的一個參考值 那為什麼血糖的恆定那麼重要 事實上要往前追 追到誰 追到前面講的腎臟的作用的部分 因為你血糖濃度太高會導致一個問題 因為腎臟的作用的方式 它是先過濾然後再吸收 所以如果血糖濃度太高 那也過濾出來的濾液的 浮沙糖濃度跟著也太高 然後所以到時候萬一 你的腎臟來不及再吸收回來的時候 那尿液當中就會出現那個糖尿的現象 對不對 好 可是再回過頭去談一個問題 那你如果一直都是讓那個血糖 遠超過腎臟的處理的能力的話 那這樣腎臟長期間 這樣以非常高的消耗 來去衝它的話 那腎臟總有一天會關掉的 你看好 所以上次的那時候有提到 腎臟其實是受害 它不是真正的病因 你看好 好 那對血糖的調節因素裡面呢 是在這個很重要的明顯講 消化系統的時候又有提到過 哪一些內臟呢 它會兼具內外分泌的功能 因為胰臟的話它有胰腺 然後胰腺呢是屬於消化腺 對不對 它分泌的那個胰澱粉酶 胰蛋白酶 酯酶 對不對 還有核酸酶 這些 那四大有幾乎全部倒極 好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來說 那是外分泌的功能 內分泌的部分呢 是在胰腺之間呢 會有胰島這樣的構造 而其中 當血糖 好 當血糖濃度升高的時候呢 的時候可以對於 胰島的 β細胞 這以前不用背 現在要背的 好 好 胰島 胰島分泌的細胞呢 有三個比較重要的 好 然後其中呢 那個高血糖 對胰島產生刺激的時候 β細胞會釋出 胰島素 胰島素 對不對 好 所以看那個 我們就用上面那個圖 好 所以胰島素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對於一般細胞來講 好 它的最後對象呢 包括一般的細胞 比如說基隆 好 然後 對肝細胞 另外單獨討論的空間 所以 胰島素 此進一般的細胞 是促進它吸收 加強化 對不對 那如果是刺激肝細胞呢 是促進肝細胞的核長 好 好 所以 如果是一般細胞 受到胰島素的刺激之後呢 它開始吸收 就是那個 運輸 葡萄糖 從細胞外到細胞內 然後接下來 這個 這個葡萄糖運輸進來之後呢 就拿去氧化掉 氧化是為了產生ATP 好 所以這時候呢 細胞就有豐富的化學 很沒利用 好 可是因為通常 你如果用那個三餐 三餐之後的那個時間來看的話 我們透過消化系統所吸收的 葡萄糖 常常會超過那個細胞的需求 你看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高血糖經過肝臟的時候 對肝細胞來說的話 它的處理方法 就是把那些過剩的 葡萄糖轉換成肝糖 對不對 所以肝臟這個地方 主要 這個代謝來講的話 它的核酸代謝 比噸解代謝這個時候更重要 不是肝臟沒有噸解代謝喔 肝臟自己其實是一個很難度的器官 對我們講過 可是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不是我們要去強調的重點而已 所以這裡很特別去提到 肝臟可以先暫時把過剩的養分先儲存起來 轉換成肝糖 所以慢慢慢慢的經過 不管你是氧化或肝臟的合成來講 血液的葡萄糖被拿去用掉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血糖值就可以降回到比較穩定的水準 平均值這個附近 好 可是 一般來說的話 比如說大概在10點半之後 很明顯的 隨著血糖再次的更多的消耗呢 會讓 會讓血糖值呢 可能低於平均值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反過來去刺激 會刺激 遺倒的阿法細胞 然後阿法細胞釋出的激素是生糖素 來 透過生糖素可以去刺激剛剛已經把能量處處起來的肝臟 好 讓肝細胞呢 去促進它的分解代謝 OK 將肝糖 就變成為葡萄糖 好 這個時候 肝糖分解變成葡萄糖之後 這些葡萄糖會重新回到血液當中 所以慢慢的補充那個不足的血糖的部分 使得血糖值可以調升回來 你看好 所以一般來說 比如說你中午用餐前 中午用餐前那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這種期間裡面 比較正常的情況應該都是你的肝糖分解 所釋出完的葡萄糖 在維持的 那這個其實還可以再撐到12點半一點都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樣調節回來之後呢 可能接下來就等著再下一餐 就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 解糖的解抗的因子裡面呢 主要就是胰島所分泌的這個胰島素跟神糖素 就是那個β細胞跟α細胞所分泌的這兩個技術 可是血糖的影響因子裡面 如果真的硬要講的話 血糖的影響因子真的只有這兩個呢 沒有 血糖影響因子裡面呢 靠除掉胰島素跟生糖素之外 其實腎上腺素可以激發 腎上腺素可以激發我們身體的這個活動力 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肌肉細胞更活躍的情況之下呢 你是需要供應給這些細胞更充足的能量來源 所以腎上腺素是會提高血糖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這個名稱上看起來就跟葡萄糖有關 就是腎上腺 好 就是腎上腺皮質素 腎上腺皮質素還可以幫我們去開發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腎上腺皮質素 好 或者是脂肪酸這種 不是糖類的有機物 可是它可以當作能量來源 然後呢 讓它們轉變成外 OK 這是一個開發血糖來源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好 因為你的肝糖的儲存量以前講過 肝糖的儲存量其實是比較受到限制的 所以關於連肝糖的儲存量後就不足的情況之下 那你的身體仍然有長期消耗能量的需求 短時間之內似乎這個攝取食物好像又沒有發生 好 所以這時候呢 只好就現有的資源去著手 把這些可以當作能量的來源 像蛋白質 它的代表氨基酸 然後脂肪酸 你也可以把它轉變成了肚糖來利用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叫做糖質形成 好 把非糖類刺激細胞去把非糖類的油激物 轉變成為糖類 所以叫糖質形成 好 然後再加上你看 甲狀腺的功能是幹嘛 甲狀腺 甲狀腺可以調節我們身體的代謝率 對不對 所以你代謝率提高的時候 那你身體對於能量的需求是原同不提高 所以甲狀腺素會不會影響到血糖 他們要 那麼細胞要增加ATP的產量 他不拿到葡萄糖 他怎麼去增加ATP的產量 所以甲狀腺素也會影響 所以如果是 因為我們通常在談結糖 都會直接拿利導素跟生糖素來當例子 但如果現在是討論 我們純粹就是說 那影響血糖的變質有哪一些的話 恐怕你旁邊這個地方 也要把它留影一下 然後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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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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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呢 後再 後再 後火 後呢 好 所以這種圖形裡面 以前我們是遇過那種血糖 它直接給你血糖那個波動有沒有 然後可能X軸是時間軸 然後甚至於會標比較清楚的時間點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猜 比如說用餐前後的狀況 對不對 然後Y軸是那個血糖的濃度的變化 對不對 那你去猜說 哪一個時間點很有可能胰島素開始作用 那一般來說 胰島素的作用就是 因為它會去促進細胞合成 或者是涼化掉葡萄糖 就是拿葡萄糖給拿出來 利用量或儲存 對不對 所以因此血糖就開始降低 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提醒你 其實 胰島素真正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刻意降低血糖而降低血糖 那其實它主要的目的是要促進細胞去利用掉血糖 而因此可以造成血糖降低的效率 所以那種血糖的那種波浪的變化 那個部分的話就是你要去稍微判斷一下 哪一個時間點 應該胰島素已經開始作用 對不對 然後血糖開始往上升 然後升糖數開始作用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這種比較應用層面的那個圖的話 就是要稍微小心一下 因為它不見得永遠都跑得小小翻 中途的架構太低分了 反正是 這樣有關解抗 然後又是跟這種生理作用 然後又不完全是硬背的這一種 這種題目導師說 通常會有 比較受到那個命題導師的青睞 好 所以下一個是血概 OK 所以血概也要恆令 那血概為什麼要恆令 先談這個問題 血概為什麼要恆令 第一個 從我們身體的組成的成分當中 哪些地方有用刀帶 所以它是改顏 不是只有那改額而已 就是你的牙齒 骨骼會有刀帶 好 所以第一個 它可以是我們身上的重要的組成成分 對不對 那你看我們的硬骨 我們硬骨佔體重 對 皮重非常重 因為我們的體重基本上呢 光是其中兩個抓出來 你就會發現它比例占得很高 一個在硬 一個在肌肉 好 然後接下來 那以鈣離子的方式來利用當中呢 基本上有兩個地方會用得到 好 神經元 還有肌肉細胞 肌肉細胞我們那時候高二排特別去補充這個環節 肌肉細胞那個肌纖維在收縮的時候 其實有牽涉到鈣離子的流動問題 有沒有 然後神經元在產生膜電位的變化的時候呢 其實也會有鈣離子流動的問題 這樣 這樣好 好 所以 那個部分的話要等到我們後面講那個訊息傳遞的時候 我會才把那個神經元有一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 要等到後面講了才能夠補充 所以神經元有留下一個小小的這個補充的部分沒有彈 好 所以既然 你看神經細胞 肌肉細胞在運作的時候需要鈣離子 僅存我們身體的架構的時候 需要用到鈣的鹽類的堆積 硬補值 對不對 好 所以鈣離子的補充 供應當然就很重要 斜鈣離子的話 大概每100 少許多 每100cc 差不多是10堂克服用的 OK 所以它一樣會有斜鈣離子偏高或斜鈣離子偏低的問題 一般斜鈣離子偏高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比如說 你現在豆腐多吃一些飲食習慣當中呢 你攝取食物的這個鈣離子濃度太高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就有可能 糟糕 好 薩爾迪塞那個圖 顛倒個 好 沒這樣 有沒有顛倒 看一下喔 喔 不是 它是寫到另外一幅 綁下去 這我就陪了它 等一下 所以假設隨著這個飲食的過程當中 你現在呢 補充了比較多的這個鈣離子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鈣離子進入血液當中 高血鈣的狀況呢 會去刺激夾狀線 酸病部位很重要 高血鈣會刺激 甲狀線呢 會釋出降鈣數 那功能上 從它的名稱就猜得出來 降鈣 降低血鈣 所以比較難對的其實是什麼 欸 甲狀線其實對你們來說 比較熟的應該是甲狀線數 而且留意一下 原來甲狀線分泌的不是只有甲狀線數而已 還有這個激素就是降鈣數 所以高血鈣刺激 甲狀線分泌降鈣數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去降低血鈣 OK 目標很清楚 可是方法上呢 你有幾種解決的方式 要降低血鈣的話 你看那個右邊 總共畫了三個器官 可以給你們看 第一個 從腎臟的部分的話 腎臟既然可以調節水分跟電解質 那我們就找腎臟的方法 處理一下幹嘛 可以減少 對不對 腎的過濾出去的時候呢 我減少它的在吸收尿液當中的改粒子就會增加 然後透過這個方法 就把它排出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一個處理方式 如果現在還是在攝取食物的過程當中呢 那你就去減少消化系統對於改粒子的吸收 因為已經過剩了 過剩了你還要再從食物當中取這麼多 好像沒有必要 對不對 然後再來 既然我現在有這個材料可以運用 所以可以順便檢視一下 也許補值當中還有空間 然後可以再追更多的幹 所以可以用來這個提高增加 硬補值 對 那當然這個前提是 你的補值還有補充的空間 對不對 那這個補值基本上已經太多了 就是太致密了 對不對 所以再增加一個可能是沒有空間 那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 骨頭真的密度太高 會衍生出另外一種問題 好 等一下再一起講好了 因為這個等一下談骨石疏鬆 再來回過頭來的這個部分 好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用在骨石上 欸 這也算是用的這個正確的這個長手 因為是我們本來就需要的 所以慢慢的經過這樣的利用 減少這個吸收或再吸收之後 鞋蓋時就有機會調降回來 對不對 好 那如果鞋蓋不足呢 鞋蓋不足可能就比較殘酷了 所以它的箭頭往右下 所以鞋蓋不足的時候 這時候是由負甲狀腺素來出面調節 OK 然後所以負甲狀腺呢 就去分一負甲狀腺素 這個基數不好的地方 是名字看不出它的效果 好 鞋蓋是知道它是誰分泌的 所以看到這兩個結康很妙齁 你看 你看到負甲狀腺素就知道 它是負甲狀腺素分泌 可是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麼 然後呢 看到鞋蓋柱知道它做什麼 但是不知道它是誰分泌的 怎樣嗎 那所以這兩個一定要一起追 因為它降蓋 所以它的結康因子是負甲狀腺素 所以負甲狀腺素是負甲狀腺素分泌 那所以降蓋素一定是甲狀腺素分泌 這樣子 就只好交叉參考 這兩個真的是很妙齁 我們這樣說命名的時候 不能考慮一下考試的需求 好 所以現在接下來我們談一個 比較殘酷的事實來了 如果斜蓋不足 你現在不是在攝取食物的方向 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法 一 讓硬骨融出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讓硬骨使那一些磷酸鈣溶解 溶解之後釋出來的鈣粒子 就可以回來去補充解鈣 這一招基本上偶爾用一項應該可以接受 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是持續性的 都用這一招來補充鈣粒子 好 所以慢慢的你的骨質從密度結構很好 對不對 然後骨質持續性的流失 總是會累積到有一天 你的骨質的密度是越來越差越來越差 對不對 差到有一天 有沒有聽過那個什麼 什麼火星任務的那一種有沒有 去一年 回來一年 然後光榮的回到地球下 走向那個太空輸的那一刻 然後踩在那個地球表面上面的時候 然後呢 骨頭燈掉 骨質疏通的最誇張的可以到什麼程度 這是他們在講嘛 所以要克服那個問題嘛 好 那個無重力的狀況像骨質流失速度不太快 所以他們算嘛 如果你去這個太空旅行去 一年或一年就好 總共兩年 那又在無重力的狀況下等你 踩上那個地球表面的那一刻 基本上產區就會馬上發展這樣子 好 所以 骨質溶解是一個可以治標的方法 但你千萬不要把它變成是一個常態 好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去開發這個其他的方法呢 看一下那個下面那個箭頭 好 因為腎臟既然可以調節水分跟電解質 不然找一下腎臟幫忙 好 做什麼方式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透過腎臟的再吸收 這樣也可以讓血幹有機會回來 對不對 好 那可是消化系統這個地方呢 你看往下還有一個箭頭 好 然後下這個箭頭的話呢 因為消化系統如果在攝取食物的當下 我們可以透過它 來去活化維生素D 那先時轉變成維生素D 維生素D還記得那個功能嗎 一般籠統的背法就是 維生素D可以強化骨質 有沒有 所以它到底怎麼強化骨質 就是這樣子 就是當你去刺激腎臟的時候呢 腎臟這邊會釋出特定的化合物 去讓維生素D的先級 就是可以製造維生素D的材料 然後轉變成為活化狀態的維生素D 然後再透過維生素D呢 去促進 促進腸道的吸收 所以這時候腸道基本上 這個補充了來源 從來源的部分做什麼齁 補充了很多的鈣離子 這些鈣離子呢 回過頭來補充了血液當中的血鈣 對不對 所以你的骨頭這個鈣離子的來源 是不是又變得比較豐富 充足好了齁 比較充足 所以這時候 骨質要維持比較好的結構狀態 是不是比較容易 對不對 所以它沒有直接去影響骨頭 它其實是幫骨頭開發鈣離子的來源 對不對 透過消化系統的吸收 對不對 你讓血液當中的血鈣 基本上充足沒有匱乏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就不會有骨質流失的問題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說這個部分 你補充的量 所以我可以 拿一些分一些 去給硬骨利用的話 那這樣的話 當然就可以去強化 近一步去強化骨質 所以基本上至少可以維持 對不對 那如果有更充足的鈣離子來源的話 那我還可以再去近一步去強化骨質 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在談 維生素第一可以強化骨質 好 所以以前講說那個維生素有沒有 有遇到粒子的時候就要去進 所以上次講那個血液凝顯有沒有 那血液凝顯不是有提到維生素K 那維生素因為 現在它從高中當中真的砍得快乾乾淨淨 我就只是那種 有特別去講說它有什麼功能的地方 那你就不得已 就一定要等一下去記 信號 因為都適合這種特例 所以記完了就沒事了 沒進去 OK 所以 解燙 到這邊結束 所以這個叉叉板 到目前這種叉叉板 從血糖 血蛋 提溫還記得有沒有 提溫 提溫肯定 不是在肯定那個地方 有沒有 那個叉叉板 感覺好像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發生過 266頁 有沒有 266頁 這邊 它說你再往前翻到 262頁 266頁那是體溫肯定 262頁的地方 有談到我們的體液的肯定裡面 有沒有 那個 AAS跟抗泌尿激素 可以跟誰結燙 可以跟心防排鈕素結燙 有沒有 好 AAS不是可以促進那個 電解質的再吸收 然後順便促進水克的再吸收 心防排鈕素 不是可以減少電解質的再吸收 而影響水克的再吸收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也是結燙 有沒有 所以 另外 結燙的例子真的從來不缺 至少我們那年代是這樣子的 反正每一年就一定會從這地方出一些體溫出 好 這段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就是 自然沒有別的 混合的 確認 我們 有的 好 接下來談回饋 先談正回饋 看這第一次講話就差不多了 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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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gar tez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夠到上 現在總共有三個 內科幣 這個部分 腦垂線 腦垂線的話 以前已經好像有簡稱講一下 腦垂線跟那個前頁跟後頁 對不對 腦垂線的後頁 腦垂線的後頁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一個叫做 摧殘柱 第二個人 這是剛262月這個地方提到的 抗力尿激素 所以抗力尿激素跟水潤的恆定有關 然後 摧殘素這個名字夠白話的 摧殘 所以要摧殘素 不是要摧殘 這件事情就是 腦垂線的後頁如果分泌摧殘素 我們可以透過它 來去刺激子宮的收縮 那收縮這件事情是肌肉的責任 對不對 好 OK 所以 摧殘素可以刺激子宮壁 它是內臟 所以子宮壁上面有平花肌 所以摧殘素呢 可以刺激子宮壁的平花肌的收縮 OK 然後 接下來 你看那個 303線下面那個圖的地方 好 那事實上呢 那個摧殘素的作用裡面 需要有一個合作因 就是 它這邊寫著磁熱純 所以留意一下這個角色 它對於摧殘素的作用 有輔助功能 好 但 假設這個先不看的話 因為它可以協助摧殘素去刺激子宮壁的平花肌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當腦垂線的後頁 它接收到特定的訊息 就是母體這邊 或者是胎兒這邊 吹殘 腦垂線開始釋放吹殘素 所以目前的看法是 那個啟動分娩 是一個很詭異的情況 就是到底是媽媽主動決定 我要生了嗎 還是那個媽媽肚子裡面的小寶寶說 我要出來了 你知道嗎 當然那個因果關係 其實目前在追 那他們懷疑 應該很有可能真的就是 那個胎兒去啟動那個過程 好 但是 如果撇開那個前面 現在原因還不算是很平淡的情況來說的話 啟動陣痛的那個 初期的關鍵 真的是催殘素 那它可以刺激子宮壁平花肌收縮 可是子宮壁的革命鄰居是誰 子宮壁這邊開盤緊貼著子宮內部上面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當子宮壁的平花肌在收縮的時候 他們 它的收縮狀態對於胎盤來說 會形成刺激作用 那這個刺激作用就引發了 還記得那個發言嗎 還記得那個發言嗎 這個 第一 這個詞 這個東西我們在發言的時候遇過了 前列腺就稱為攝護腺 有沒有 那男性的內生殖器這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 攝護腺或者叫前列腺 大部分可能是從這個地方發現的吧 那前列腺素我們那時候 在提到發言的反應的時候 有講到兩個化學故事 對不對 前列腺素跟主治安 而且怎麼樣 主治安主要是會促進微血管的擴張 通透性增加 你看看 前列腺素可以刺激那個平滑肌收縮 那那個時候是在哪裡 那個是刺激動脈的平滑肌收縮 所以動脈加強收縮 我一切管這頭這個促進它擴張 對不對 兩個合作之下 就可以加速血液更快進入到 一個部位的微血管嗎 你看看 這是發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情 對不對 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你去想 那個 這個子宮壁的平滑肌去刺激胎盤 胎盤是子宮壁的鄰居 然後呢 胎盤釋出的前列腺素 所以很快的就會對它的鄰居產生影響 所以前列腺素之後再回過頭癌去刺激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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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那個過場是吹殘數 好 但後來慢慢的呢 因為前列腺素對於子宮壁的平滑肌 開始產生明顯的刺激的效果 那子宮壁的平滑肌的收縮狀態 又會繼續刺激胎盤 分泌更多的前列腺素 然後更多的前列腺素 又會造成 公壁的平滑肌 在進一步更進一步的收縮 那等於每一次呢 那個濃度再飆上去 再飆上去 再飆上去 不 再重來 這個 每一次濃度再慢慢的升上去 欸 這司機變強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又再濃度再飆上去又變強 那所以呢 那個 每一次那個三呢 就拉了一波的高峰 對不對 然後這一波的高峰到下一波的高峰呢 它不只是三變高了 這個三變高而且時間是錯短了 對不對 所以剛講 這個陣痛的特質就是 陣痛的頻率是越來越快 對不對 然後陣痛的強度是越來越高 對不對 所以 胎盤每一次的收縮 呃 胎盤每一次的分泌 會導致子宮壁的平滑肌 更受到 呃 受到更強烈的這個 這個 呃 收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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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更高濃度的前列腺素呢 又引起新了一波 對於這個子宮壁平滑性更強烈的收縮 有沒有 吼 像這樣 就 呼吸很多 所以剛剛講到什麼時候是解決 所以那個關鍵不是就在這裡嗎 呃 現在輪迴的關鍵的因子 使子宮壁的肌肉持續性的緊繃狀態嘛 對不對 所以使得胎盤不斷的釋出前列腺素 然後 那所以咧 什麼時候了結 對 伸出來 好 所以等到胎兒產出之後 你看下面那個證的就好了 上面那個不用管了 所以等到胎兒產出之後 子宮壁不在這樣的緊繃狀態的時候呢 欸 這時候 胎盤對於前列腺素的釋放 就開始減緩 對不對 所以子宮壁的收縮狀態 就開始舒緩下來 所以這時候這個正回饋 正回饋的機制基本上就消失了 這樣 OK好 所以這個就是分娩作用 正回饋很好的例子 這樣 OK好 那其實正回饋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欸 那個回去問題 你媽媽 那個第一胎的時候 應該都會有一個很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是那個密語量可能會不足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在那個密語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摧云的方法 就是要讓小寶寶多吸 因為小寶寶的吸云乳頭這個動作 事實上是有利於密語的 這樣 OK好 阿所以以後阿就是不要膽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餵乳 就是 就是多讓小寶寶吸 反正那個密語量 會因為這樣的機械性的刺激而增加 那個地方其實也是一種很快 阿因為現在那個牛腩喔 真的是 就不知道是怎麼弄出來的 所以也表示說 還是餵乳真的安全多了 好 好啦 那生辭周期 下次下次再說 準備什麼點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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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